那么第二段进一步描述 很多人不相信 怎么会查这么多呢 怎么会呢 跟月亮看起来很大 第二段解释 为什么 咱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This may sound fantastic But it is easily calculated This就指第一段的事 从月球到地球轨道 花的能量 要比从地球进入到地球轨道 花的能量少97% 这个可能听起来是荒诞不惊的 但是这很容易计算出来 这个fantastic是多一词 在本文中是不现实的 荒诞的 但在三册讲过很多的其他的含义 先看本文中的意思 fantastic意思特别多 第一词表是not practical or sensible 就是不现实的 非常荒诞的 非常荒诞不惊的 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fantastic dreams 怪梦 fantastic story 荒诞不惊的故事 根本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叫不现实的 非常荒谬的 再比如说 where do they get these fantastic ideas 他们从哪儿得到了这些荒诞的想法 这是怪念的哪儿来的 怪的 古怪的不现实 荒诞的 这是第一个意思 但fantastic表示第二个含义 最常见 棒极了 太棒的 表示extremely good attractive enjoyable 了不起的 特别特别当 棒的 极好的 也用fantastic 这个在口语中用的更多 she's a fantastic swimmer 他游泳游的好极了 棒极了 特别好 还有在口语中说 you passed it you test fantastic 你通过考试了 太棒了 就类似我们说的great terrific 棒极了 有这么一个 这是第二个意思 本文中并不是听起来棒极了 是听起来荒诞 多一次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数量特别大 在这三册第六课早就讲过了 fantastic第三意思表示 extremely large 极大的 尤其是数量 我们复习 第三册讲过的知识 比如说 their wedding cost a fantastic amount of money 他们的婚礼花费了特别大的一币钱 数量非常大 fantastic 再比如说三册的第六课 杂橱窗抢劫 我们回顾这个句子 the raid was all over in three minutes for the man scrambled back into the car and it moved off at a fantastic speed 这个强劫 仅仅过了三分钟 就完全结束了 因为这个人 蹭蹭蹭 这些人 抢劫者 窜毁了汽车 被这个汽车 以极大的速度开走了 fantastic就非常非常大的 数量很大 回顾一下 这个三个含义 第一个 fantastic 比如说荒诞不惊 荒诞离奇的 第二表示棒极了 特别好 第三个 就是表示数量非常庞大的 百分钟是第一个意思 这可能听起来荒诞不惊 但这很容易计算出来 这个句型顺便可以记住 this may sound 这可能听起来怎么样 但是却如何如何 这个可以记住 你比如说再看一个例子 this may sound trivial but I assure you it is quite important 这可能听起来微不足道 但我想就保证相当重要 这可能听起来如何 但是却如何表示转折 这句型可以进一步去参考 那么很容易计算出来 下面怎么个计算法 下面肯定会具体会讲解 咱们看第二段的第二句话 他说了 to escape from the earth in a rocket one must travel at 7 miles per second 第一行带下号线的部分是目的状语 为了从地球里边逃脱 做火箭 从地球逃脱 就脱离地形引力了 逃出来 怎么样 人们必须以每秒钟7英里的速度来行驶 这个才能逃脱地球引力 就是第一宇宙速度 7英里每秒钟 每秒7英里速度才能逃脱地球的引力 因为地球引力要大得多 注意这里面别的没什么说的 注意at 以某一个速度 借词用at这个借词搭配要注意 它不光是跟速度 我们at做借词可以表示 used to show a price, rate, level, age, speed,等等等等 被用来表明一个价格 什么一个率,速率,利率 表示一个程度 表示年纪,年龄,多大年龄 表示具体某个速度 都可以用at 这是本文中表示这个速度 可以用它 再多看几个例子 outbooks selling at 10 cents each 这个就数 所以以每本十分钱这个价格在卖 这算是每分了 这个十分钱一本数at 以这个价格price 再比如说 You should have more sense at your age 在你这个年纪 你应该更有理性了 不应该这么总胡抽了 在你这个年纪at your age 表示年龄也行 再比如说 The Renault was traveling at about 50 mph Renault 雷诺车 法国车 那么是以大概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来行驶 以某个速度也是用这次at 我们再看本段中 在本课文 在本课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35课第二段最后一句话 又出现at 他说 Moon dwellers will be able to fly in space at only 3% of the cost of a similar journey by the terrestrial cousins 就是生活在月亮层的人 那么将飞到这个空间之中 将仅仅花费呢 这个他的在地球上的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通道中人 也是要坐坐飞船 进入太空中的 花的路费 仅仅是他的3%的开销而已 花多少钱用at也行 这是我们at是个借次 几个习惯搭配 把它记熟了 我们在用的时候就会用了 然后他说 要脱离地心引力 这个速度得每秒7英里 这么快才行 下面能月亮的 那相对照的 看下去他说了 the comparable speed from the moon is only 1.5 miles per second 那么the comparable相应的 相似的或相应的 这个相应的速度 什么速度 from the moon 就从月亮要进入太空 相应的速度 大概说仅仅需要 每秒钟1.5英里 这个需要的燃料 就少得多了 这里面有一个词要注意 就是comparable comparable叫相似的 或者可比的 或者相应的 就是similar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else unable to be compared 跟另外一个人或事物 比较像 比较可以放在一块来比较 叫相似的 或者是可比的 或者反正相应的都行 叫comparable 注意不要都comparable 注意中音再随前面 大声再读一遍 comparable comparable 咱看几个例子 看看这几个例子 比如说 the girls are of comparable ages 这些女孩年龄相似 年龄都是同龄人 年纪差不太多 相似 再比如说 a comparable house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would cost twice as much 在这个城市南部地区 一个可比的 类似的这么一个房子 大概要花费 两倍的价格 那个地方地价比较贵 这是相似的 或可比的 comparable 再比如说 看这个例子 相应的 by contrast the comparable figure for the Netherlands is 16% 那么与之相对 主人而言 那么在荷兰相应的数字 大概是16% 这个数字 什么什么数字 在荷兰相应的 叫comparable 本文中 是相应的速度 也是comparable let's compare 比较 但注意注意在前面 comparable 叫相似的 可比的 或相应的 好 这是我们comparable 几个常见的含义 那么它搭配 搭配在前面 我们也说过 叫be comparable 后面加to 或者加with 就与什么什么相似 或与什么什么是可比的 后面加to 加with都很常见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farmers were meant to get an income comparable to that of townspeople 就是这个farmers 就农民了 be meant to do 就应该的意思 相当于be simple to do 农民应该获得这个收入 跟什么呢 跟成立人获得收入 是相似的 comparable to 是后制定义 修饰income 就是同工同熟嘛 乡下人挣的钱 跟成立人挣的钱 一个是类似的 再不说 the risk it poses is comparable with smoking just one cigarette every year it poses 是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risk pose a risk 构成威胁 这个它构成的威胁 与一年仅仅抽一支香烟 是类似的 be comparable with 就与什么像 与什么什么类似 这个搭配记住 本文中说了 这个从月球进入太空 相应的速度 仅仅每秒 1.5英里 才这么一点 好 接着往后看 看屏幕第四句话 because the gravity on the moon's surface is only a sixth of the earth 后面说 remember how easily the Apollo astronauts bounded along it takes much less energy to accelerate to that 1.5 miles per second than it does on earth 前面一直到 斗号这结束 从比克开始 是原因状态从具 因为地球 在月球表面的 Graphite重力 仅仅是地球表面重力的 六分之一 刚才不是八十分之一吗 现在 也可以混成万 就是分子 后面分母用叙述词 第六 因为分子是单数 所以分母后面也不能加次 地球后面 省略了surface表面 月球表面重力 是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而已 后面有个插入语 括号里面说 大家先插入语 要比别忘记 就那些阿波罗的那些太空人 他们在月球表面是如何飞快的蹦蹦跳跳 那么往前走的 他们走路很轻松 重力很小 六分之一 然后 后面 it开始到巨末 是巨的主观结构 这个it是形式主语 这个take还是花费 花费要少得多的能量 energy不可数名词 前面用much 少得多的能量 什么呢 少得多的能量 to do到恒显化 带下恒显的部分 白色的是真正主语 就加速到 就刚才说的 每秒钟1.5英里 花费的能量要少得多 比什么少得多 then到巨末是比较壮硬 就比它要花费的能量 但地球能量会少得多 地球要加速到7英里 在月球只需要加速到1.5英里 而且花费的能量要少得多 要少得多的多 所以 它的油耗的燃料 肯定要少得多 是这么一个 这个里边有一些小的一些术语 咱们注意注意 首先有个背景 就是Apollo Astronauts Apollo本来是太阳神 阿波罗 这本来是美国的一个登月计划 阿波罗计划 当背景咱们看看 本来叫Apollo Program 阿波罗计划 The Apollo Program 也能被称为叫阿波罗项目 also known as 能让它被称为 本来叫Project Apollo Apollo was the third United States human space flight program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which accomplished landing the first humans on the moon from 1969 to 1972 这个Apollo Prime 也被称为叫Project Apollo 就是美国太空航天航空总署 第三个载人的星际的飞行计划 就是Keybel Arch被执行了 就是美国的NASA 美国太空总署所执行的计划 它成功的完成了 把第一次把人降落在月亮上 大概从1969年到1972年期间 完成了这么一个登月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命 叫阿波罗计划 具体的登陆月球的是哪艘飞船呢 就是阿姆斯朗乘坐的阿波罗11号 这作为尝试咱们看看 Apollo the 11th was the space flight that landed the first humans on the moon American's Neil Armstrong and Buzz Aldrin on July the 19th July the 20th, 1969 阿波罗11号就是宇宙飞船 这次航行 他们第一次把人降落到了月球上 当时在1969年的7月20号这一天 把美国人尼尔·阿波罗计划和巴斯·艾尔丁 这两个人降落到了月球表面 这第一次是登上月球人类的梦想 Now Armstrong became the first to step onto the lunar surface 6 hours later on July the 21st 这是阿姆斯朗成了第一个 就是在踏上月球表面的人 就在这个着陆之后 6小时之后 就7月21号这天 他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实现了人们百万年的这个梦想 终于登上月球了 这个不是登上月之后咱们三个讲过吗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还记得那句话传到地球 这是阿姆斯朗 那么阿姆斯朗呢大概在月球表面 这个这个在宇宙飞船之外 就是到了飞船外面 大概花费了两个半小时左右 这个Eldren这个人时间稍微少一点 他们一起收集了大概47.5磅重的月球的物质 把它带回了地球 这是阿波罗的当时的飞行轮 这个我们通过当时视频看到这两个人手拉手蹦蹦跳在走 他们在月球上走路比在地球上轻松的多 就是说他们是如何蹦蹦跳的往前走 这边有个动词叫bound 这个bound是什么意思呢 to run with long steps especially in an enthusiastic way 就是非常大跨步的往前走 尤其是很兴奋的 这么蹦着跑 蹦着往前跑 就是the bound 你听声音 蹦蹦蹦 bound 反弹起来 蹦跳的往前走 就是the bound 我们看例子 the dogs bounded ahead 这些狗们蹦蹦跳跳的往前跑 这是bound 蹦跳 这么走 这个bound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the dog cleared the gate in one bound 这只狗这么一蹦就越过了这道门 clear 就从上面蹦过去 这用蹦了一下就越过了这个大门 这个bound叫蹦跳 蹦跳 一蹿一蹦的往前走 我们回顾一下三册实物和讲个小句型 叫迅速地 就do something by leaps and bounds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这个bound当名词来用 leap 就用力往前跳 这个bound是蹦 蹦跳 蹦跳 一蹿一蹦的 他的派声音表示very quickly 非常快速的 leap是立定跳远 站住了 用力往脸蹿 这个leap 我们刚才说过 个人一小步 人类一大步 let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对吧 表示非常迅速地 这个当时我们还讲过一个突服听力真题 学过三次的同学可能还记得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迅速 选出来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听一遍 再听一遍 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我们看选哪一个呢 如果能听懂的话 很好选了 当然选A吧 对吧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这长个儿长得特别快 因为by leaps and bounds 就是quickly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看个原文 我们看个原文 3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这个一男一女两人对话 男的说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你这个小外甥 简直长个儿一蹿一蹦的长 长得太快了 但你说是啊 他现在至少 得有那么三英尺这么高了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woman's nephew 关于这个女人的外甥或侄子 说了什么呢 但是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by leaps and bounds 就是very quickly 迅速地 这个bound 就蹦着正方前走 当然注意这个along along不能翻言成 沿着往前走 这个along表示沿着什么是借词 但本文中along 后面没有别语 说明不是借词是副词 along做副词表示向前 叫类似我们的forward 或者ahead 向前 就蹦蹦 athletic往前走 这个意思 along注意 就going forward 或往前的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多次见过 你看三测29克和37克 两次见过 先看三测的29克 The man took hard And sure enough On New Year's Eve, he was able to hobble along to a party Hubble是一蹶一拐地走 怎么走,往前走 Along是往前的意思 相当ahead或forward 那么这个男的受到了鼓舞 并且果然在新年的前夕 就除夕这天 他能够蹦蹦跳跳地去参加 不是蹦蹦跳跳 一蹶一拐地去参加一个聚会了 Hubble是瘸着走 Along是向前 注意是副词 因为他后面没有避免 这不是沿着了 是往前的意思 三册的三人七刻再次出现 你看他怎么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that This express was not rolling down the line At 90 miles an hour But barely chugging along at 30 Dawned on somebody 表示某人想到某事 就是这个东西慢慢升起太阳了 对吧 就我想到这个事 突然间我想到 是什么呢 是这个快车 并没有沿着 以9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沿着轨道呼啸而下 Roar是轰咏咏的响的 车开得快 而仅仅是用30英里的时速 吭吃吭吃的往前走 Chuck 就火车或汽车 吭吃吭吃 缓慢前进 Along注意是往前 而不是沿着 因为他后面没有避免 是负损 这两个人我们别忘记 当时阿波罗11号的 阿波斯特朗和 Algen这两个人是如何在月球上蹦蹦跳跳的往前走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花费的能量 这要比从地球进入空间 花费能量要少得多了 重力特别小 这个意思 下面第五句话 就是第二段最后一句 他说了 咱们看屏幕 他说 Moon dwellers will be able to fly in space at only 3% of the cost of similar journeys by the terrestrial cousins 但是月球的居民 住在月球的人 将能够飞到太空之中 Ad还是宜了 宜多大的价格 从Ad到居末是花多少钱 这是作为状元来用 仅仅仅3%的这个价格 cost 是什么的价格 of到居末是修饰前面的cost of similar journeys 就是类似的旅行 什么类似旅行 后面在家后制的语 by the terrestrial cousins 就是他们地球上的类似的人 要做旅行的话 大概仅仅价格3% 就是地球人要入太空 你得花100块钱 那么在月球人入太空 花3块钱 有这么意思 这个cousin不一定是表示表兄弟 堂兄弟 不未必是堂兄的姐妹 他可以表示类似的人 尤其表示另一个国家的类似的人 这里要入太空的人 那里要进入太空的人 是类似的人 在这是另一个星球 但生活中 很少指外星 一般指另一个国家的相似的人 就行了 叫做cousin 这里边我们先看看一些词汇的表达 比如similar journeys by their tither to cousin 为什么用by呢 他省略了made by 因为做旅行 可叫make a journey 所以made by 就是他们地球上的 要做旅行的人 他们相似做的那个相似的旅行 它是来自于这个made by 这个made被去掉了 咱们先看看 据上那个dweller吧 moon dwellers 是居住在月球上的人 这个dweller就是居民的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 在三册见过 三册41克 见过 the city dwellers never experiences anxieties of this sort 城市人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种类型的焦虑 这个dweller是居民 然后住宅呢 用dweller就好了 这在四册的16克 咱们见过 就是我们的92页 第十到第十一行 92页的第十到第十一行 While they enjoy the comfort and banal luxury of their dwelling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尽管他们享受着 自己住宅的舒适和拥有所的奢华 他们却未曾意识到 他们已然被剥夺了 生活的必需品了 这住宅用的是dwelling 都是书面 然后木月球的居住者 仅仅花费了 这3%的价格 相同的类似的journeys 我们说by the traditional cousin 刚才说了 by是来自made bike 为什么用make呢 因为它来自于做旅行 make a journey 这种被动了made bike 有上下文了 made被去掉了 还是做旅行 比如说he makes a journey to Moscow three times a year 他每年去莫斯科要去三次 是这么一个 这是made bike 那个made有上下文被去掉了 最后来看看这个cousin cousin是什么意思呢 另一个国家类似的人 不一定是表兄弟或堂兄弟姐妹 cousin表示 a way of describing people from another country who are similar in some way to people in your own country 就是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个人 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家人 他的某些方面 跟你国家人这个人相似 就另一个国家的类似的人 这个叫cousin 尤其是表示once什么什么cousins 本文中也是嘛 they are territorial cousins 在地球上的这个相似人 也是要做旅行的这个人嘛 类似嘛 都是要进太空的这个人 我们再看一下例子 many politicians want to foster closer links with our european cousins 很多政治家想与我们在欧洲的那些 类似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这欧洲的政治家嘛 这我国的政治家 他们也是政治家 叫our european cousins 在另一个国家类似的人 再比如说 whereas west germans drink wine their eastern cousins prefer snaps 这个西德的人 喜欢喝葡萄酒 他们的在东边的cousins 就是东德的人 跟他类似的人 也是爱喝酒的人了 另一个国家类似的人 他们更喜欢这个杜松子酒 这个wain是用葡萄酿制的 snaps 杜松子酒 是用马铃薯酿制的酒 就西德人爱喝葡萄酒 而东德人呢 却爱喝这个杜松子酒 是这么一个 也是在另一个国家类似的人 本文中就是什么 月球上要进太空的人花3块钱 那么从地球上跟那么类似的这个人 也要进太空的人 花100块钱 就这么 只是他们价格的3% 这都是在描述为什么月球会成为太阳系的工业中心 因为从这地方发射火箭 运输起来 燃料费用要少得多得多 从地球花100块钱 月球花3块钱 这是第二段 葛老师考到这里